杨海青独自坐在客厅沙发上 脸上仍能感到一阵阵的灼痛 当时是1997年 他与刘志强结婚的第二年 也是刘志强第一次对他动手的那天 一切的导火索 仅仅是因为他讨米的方式 婆婆坚持要他至少讨五遍 而杨海青认为 现在的米都是机器脱壳 不接触地面 最多讨两次就够了 要不然营养都流失了 这番话让婆婆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指责他懒还找借口 杨海青不乐意了 这个家 上上下下哪样不是他打理 两个人一来二去就吵了起来 刘志强刚好从外面回来 婆婆连忙告了一痛状 杨海青原本还指望刘志强主持了公道 可他却走过来 啪啪给了他两巴掌 说以后你和我妈说话 放尊重点 杨海青只觉眼貌金星 头脑发昏 婆婆却在一旁 幸灾乐祸地说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和我顶嘴 杨家都没人了 还耍什么横 杨海青紧咬住嘴唇 一言不发地坐在沙发上 因为他怕自己一开口 眼泪就会掉下来 杨海青从小没有父亲 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 那几年 杨海青在化工厂做治检员 可生活刚刚有点起色 母亲就患了重病离世 杨海青真的成了孤儿 杨海青通过朋友认识了刘志强 之前他一直在跑长途 卖水果 只是运气不好 连着拉了几车烂水果 本金赔得一干二净 不过 到底是在外面见过世面的人 杨海青喜欢他侃侃而谈的样子 相信他的失败只是一时 九十年代 结婚多多少少都要讲点条件了 可杨海青几乎裸婚 也许是因为 从小到大家里就只有女人吧 吃够了没有男人顶梁的苦 小时候 同学追着他 嘲笑没有爸爸 母亲被单位的领导欺负了 也只能躲在家里哭 十二岁那个夜晚 有个醉汉妈妈咧咧敲他家的门 杨海青和妈妈都吓坏了 两人握着剪子 紧紧抱在一起 一夜都没敢睡 那时杨海青总觉得 如果家里有个男人 就不会受这么多委屈了 可是嫁给刘志强才发现 生活不会因为你身边 多了一个男人就善待你 特别是一个只有嘴上功夫的男人 那不过是在多一个人来欺负自己 挨了两巴掌的杨海青想到了离婚 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杨海青发现自己怀孕了 终是没有离婚 童年没有父亲的创伤 给他留下了太多阴影 他不能让自己的女儿一出生 就没有父亲 1998年 他生下一个女儿 娶名晶晶 公婆见是女孩 连月子都没有帮一把 反倒是出为人妇的刘志强 添了些责任心 他不跑车了 收心脸性 开了家小店 卖百货 那时 正赶上下岗潮 杨海青没了工作 就一边带孩子 一边帮刘志强打理小店 慢慢地 小店越做越大 扩了场地 雇了员工 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超市 他们的生活也跟着有了起色 买了房 买了车 杨海青觉得也算苦尽甘来 是晶晶十岁那年 杨海青记得特别清楚 五一 店里的人特别多 中午 店员轮流吃午饭时 一个女员工 扒了橘子 顺手塞在刘志强嘴里 没什么人注意 但杨海青只觉得眼皮一跳 杨海青没有吵闹 他甚至都没有戳破 十几年的光阴 让他明白了一件事 把男人当成顶梁柱 这个房子 注定是要他的 从那天起 他开始悄悄收集 刘志强出轨的证据 其实也不难 毕竟刘志强毫无防备 杨海青拍了照 露了相 然后和刘志强摊了牌 起初 刘志强敌死不认 直到杨海青把证据摆在他面前 杨海青以为 刘志强会感到羞耻 可他却恼羞成怒 原来这么多年 他都没有了解过真正的他 他扬手给了他一个巴掌 揪着他的头发往桌子上撞 他铁锤一样的拳头 雨点似地落在他的身上 起初 杨海青是懵的 可很快就清醒了 他躺在地上 缩成一团 刘志强凶狠地骂着 你他妈敢算计老子 我今天打不死你 而杨海青 忍着巨大的疼痛告诫自己 如果今天能活着走出这个家门 他不会回头 杨海青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医院 他整整躺了三天 第四天 刚恢复戾气 他就拿着各种材料证据去了法院 他要求离婚 并且要刘志强净身出户 刘志强这才知道急了 先是服软 后是发脾气 可杨海青撇了心要和他离 刘志强无计可施 终是拿出了孩子这个杀手锏 他说 你要是要家产 女儿我肯定不会给你 杨海青强硬地说 那咱们就法庭见我都查过了 孩子都会判给妈妈 特别是女儿 刘志强脸色陡然一变 说 杨海青 你要是真让我一无所有 我保证你会后悔一辈子 杨海青看着他 像看一只嚣张的野兽 有些事 法律可制裁 但女儿 他不能拿去冒险 杨海青说 行 财产平分 女儿归我 但好在他收集的证据构足 刘志强在横 也不敢太过分 离婚后 杨海青拿着分道的钱 自己又开了家便利店 带着晶晶独自生活 从打点行李 搬出旧房子 搬去狭小的新家 晶晶从没有哭过 他甚至连课都没耽误一天 只是有一次放学 他习惯地走回了从前的小区 才忽然想起来 从小住到大的家 已经没了 那一年 他也才十岁 难过像一把碎珠子 堵在心口上 都说小孩子记不住时 可晶晶记得妈妈 每一次被弃武的样子 与隐忍的委屈 奶奶说话前的每一个白眼 爷爷动不动 就要对着妈妈拍桌子 爸爸但凡喝点酒 就要呼来喝去 那些在杨海青眼里 早已麻木的小事 晶晶都一一记在了心上 其实每个小孩都特别敏感 会看到许多大人看不到的事 晶晶不想说 爸爸与店员的事 他比妈妈更早察觉 但他不知道要不要说 他怕家里会有血雨腥风 可不说又觉得对不起妈妈 他每天都活在挣扎里 害怕爸爸靠近自己 害怕妈妈对自己关心 杨海青说离婚那天 晶晶才在心里 常常松了口气 父母总以为给孩子完整的家 才是爱孩子 可事实上 压抑的婚姻 才是对孩子最可怕的催磨 搬去小房子那天 晶晶对杨海青说 妈 就咱俩 挺好的 杨海青抱住他 久久说不出话 那年过年 杨海青早早就准备起年夜饭 晶晶跟着忙前忙后 贴春帘 贴窗花 杨海青发现 兜兜转转 这个家又回到两个女人 只是这一次 他再不指望什么顶梁的男人 穷也好 富也罢 他决定自己给女儿顶起一片天 是晶晶上初中时 杨海青发现 他特别胆小 什么都怕 他上网找资料 听讲座 有一位心理老师说 胆小的孩子 往往是因为 小时候缺乏安全感 杨海青想起自己这十几年 莫名就觉得对不起晶晶 是个清晨 杨海青送晶晶去上学 那天下了大雪 杨海青拉着晶晶 正小心翼翼地走着 一直在雪地上撒欢的渡冰 突然冲过来 他大概是想讨好吧 可巨大的个子 扑到晶晶面前 吓得晶晶直哭 其实杨海青从小就怕狗 毕竟狗在他的童年 还不全是宠物 可是那一刻 他却一把将晶晶揽在怀里 用身体挡住了 拍过来的狗爪子 晶晶总记得那一天 妈妈搂着他走了好远 身体一直都在发抖 他也一定很害怕吧 可是为母则刚 许多年后 晶晶回想起从前 会觉得有点好笑 强大的父亲 只给了他怯弱的性格 反倒是弱小的妈妈 教会他勇敢与坚强 晶晶就是从那时开始有了变化 他变得越来越开朗 自信 就连学习成绩 也从中游冲进了前十 唯一没变的 大概就是细腻敏感的心 是他13岁那年 妈妈脸上的笑容变得多起来 一天早晨 晶晶还发现 他试着涂了口红 又擦掉 直到一个月后 妈妈特别郑重其事地问 晶晶如果妈妈给你找个后爸 你愿意吗 晶晶笑着说 当然愿意了 那样你就能明目张胆地抹口红了 杨海青害羞地想拧他的脸 却一把抱住了他 晶晶靠在他的肩头 轻声说 妈 你有多难 只有我知道 只要你喜欢 我没意见 那是杨海青第一次发现 女儿长大了 懂他的心思 理解他的难 其实他本来没想再恋爱的 看着女儿长大成人 是他唯一的心愿 可命运偏偏让他遇见了老韩 老韩比杨海青大四岁 离过婚 有一个儿子 盼给了女方 因为常常光顾杨海青的小店 两个人熟了起来 老韩不帅 也不善言 最大优点 就是勤快 只要一有空 他就会跑到店里帮忙 这一次 杨海青的感情动得很谨慎 有过十几年的教训 他不想再轻易跳进婚姻的牢笼 可老韩温暖憨厚的性子 终是融化了他 老韩知道 自己通过了晶晶的审批 万分高兴 常常带着他们母女去游乐场 吃肯德基 杨海青不想说 是老韩帮他重新定义了男人 他给了他爱 也给了他尊重 每次看着晶晶和老韩如同亲父女般亲密 杨海青真的就想嫁了 是个夏日的傍晚 杨海青带着晶晶回家 楼门口的雨搭下 几个大爷大妈坐着那梁 一个大妈说 你看新闻没有 有个小姑娘把他肌腹告了 说这个肌腹把他祸害了 你们说 怎么什么人都有呢 一群人七嘴八舌地附和着 有骂出什么的 有说该枪毙的 杨海青低着头 拉着晶晶上了楼 楼道里灯坏了 昏暗的楼梯越走越黑 有时候 在人生的某个节点 一句不经意的话 就会改变所有人的方向 杨海青几乎一夜未睡 他99%的相信老韩 但他承受不起那1%的风险 第二天 他和老韩提了分手 他说 对不起 想来想去 我还是不能嫁 一招被蛇咬十年怕紧绳 我不想再结婚了 老韩百般发誓 会对他和晶晶好 杨海青却怎么也不肯答应了 其实杨海青有一点联系老韩 他苦苦解释的 却不是他不能嫁的理由 从那以后 杨海青再没见过老韩 有没人上门提亲 他也一一拒绝 晶晶问他 你怎么突然就不想结婚了 杨海青说 不是我不想 是你老妈太优秀 没人能配得上 对了 你可不能因为妈妈这几句话 就有将来不结婚的想法呀 晶晶扑一声笑出来 这一年 晶晶快要上高中了 大人那点事 没有什么不懂的 他说 我明白 是你不明白 这个世界上 不是所有的男人 都和爸爸一样的 杨海青震了一下说 这你都懂 你是不是早恋了 晶晶摇摇头说 妈 你是不是怕我受到伤害 才拒绝寒书 他说 傻孩子 妈妈有你就够了 晶晶说 不够 世界这么丰富多彩 只有我根本不够 你还要为自己呀 杨海青诧异地看着晶晶 想不到 在他眼里 一直还是小孩子的女儿 竟然可以像朋友一样 聊聊天了 晶晶高中毕业那年 考上海外国语学院 他的世界 从此拓展了一百倍 不过每天 他都会和杨海青视频 聊一会天 问他忙不忙 累不累 整整一个学期 都没有断过 室友笑他还是小孩 离开家 还天天想着妈 可晶晶自己知道 他是放不下妈妈一个人 从十岁开始 家里就只有两个人 曾经有机会不必这样 但妈妈为了他 还是放弃了 现在他有了更多的朋友 更大的舞台 可妈妈却只剩他一个人了 他的好朋友说 真羡慕你和你妈 两个人相依为命的 这么亲密 晶晶笑了笑 没说话 其实在他眼里 相依为命 从来不是什么好词 因为他代表着孤独与无助 晚上 他更新了微信的签名 愿此生 没有相依为命 好多朋友都表示不懂 还问他是不是失恋了 只有远在老家的杨海青 能够明白他 彼时 他正躺在床上 刷着手机 看到晶晶的那句话 心微微一动 他这辈子 总试图把自己固定在另一个人身上 去世的母亲 判情的刘志强 以及最爱的晶晶 可他们终成了时间里 或长或短的过客 其实人生这么长 谁也不该是谁的唯一 不需要为了一个人 就放弃本该拥有的华彩篇章 相依可以 不必为命 否则 身后的感情终会变成沉重的包袱 杨海青想了想 举起手机 拍了一张自拍发过去 他说 织女莫若母 晶晶是喜书回来 才看见那张照片的 杨海青半以在床上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突然间 晶晶发出了一声尖叫 他忙点击屏幕 放大背景 一个熟悉的背影 正站在妈妈的身后 他飞快地敲了一串字 那是谁 那是谁 是不是韩淑 杨海青不疾不虚地 发来一行字 你说呢 原来这些年 老韩也在家人的催促下 相过几次亲 但始终没有一个谈下来 听说晶晶考上大学后 他鼓足勇气 又来找杨海青 那段时间 晶晶打电话回去 和妈妈聊的最多的 就是韩淑 说他们兜兜转转 又重逢的缘分 说他们过尽千番 还是觉得你最好的场景 后来他们领了证 晶晶放假回去 总是吃狗粮 杨海青每天在店里 等着老韩下班回来 帮他打样 他在柜台里记账 老韩把摆在门口的杂货 和灯箱搬回来 家里的冰箱 冰着早就熬好的绿豆汤 老韩一进门 就先干上一大碗 杨海青白天上祸时 不小心崴了脚 老韩将他的脚抓过来 一轻一重地揉 晶晶在这样的画面里 突然有点想哭 他确定杨海青正在爱和被爱 而他也确定 这个叫杨海青的女人 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妈妈不是超人 却为她变成了万能 妈妈不只是给了她爱 也教会了她爱和被爱 感谢大家